本期的网友有问到说 肾宗有什么样快速消除腐肿的方法吗 现在是这样 肾病综合征呢 快速消水肿的方法是有的 是有的 阔容利尿就可以消掉 就可以消掉 但是呢这个只是个暂时的 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尿蛋白降下来 尿蛋白降下来 对 然后这个水肿消掉 有这么种情况 就是说患者一点不肿 但是蛋白尿还在漏 这个对肾脏的损伤是特别严重的 不肿反而是严重是吗 对 有的呢肿得很厉害 但是呢 这个通过治疗以后呢 缓解的特别快 蛋白尿呢消失了 虽然还有一些肿 但是他的病呢 就已经得到了一个稳定和控制了 所以说病情的轻重呢 不能以肿与不肿来定 要以什么呢 要以咱们肾脏的损伤程度 如果咱们肿一些肾脏损伤的不重 咱们呢慢慢的消肿 反而比较好 如果急速的把肿消掉了 那付出的代价是神功能有一定的损伤 目前的观点是不主张赶快消肿的 要赶慢慢的把肿消下来 也是需要吃一些中药慢慢的消除是吗 这要看他的情况 急性的水肿的话 如果要是怎么说呢 有一些并发症出现了 那还是要用扩容力尿 小蛋白的方法 用吸药的方法解决 如果要是一些轻度的浮肿 可以用一些中药来解决 如果要是不是很严重的话 还是是可以用中药的